为了引出黄鼠狼男人设计了一个简易的陷阱 将鸡毛沾上鸡蛋液并放入布袋中 再用雪堆把布袋埋起来 而后离开陷阱处 躲到雪堆后等待猎物的上钩 没一会儿 鸡蛋的味道吸引了一只附近洞里的黄鼠狼 他寻着味道警惕地一路来到雪堆前 四处张望了一下 看着眼前的黄鼠狼三人屏住呼吸 害怕一不小心将黄鼠狼吓跑 眼看就要成功之时 胖子突然放了一个屁 听到声音的黄鼠狼被吓得愣了一下 而后慌张的撒腿就跑 眼看黄鼠狼就要从眼前逃跑 胡八一连忙朝他开了一枪 听到枪声后黄鼠狼被吓得掉了头 连忙钻进刚才用布袋设计的陷阱里 拿到布袋后三人高兴地围在一起 原来三人是想将抓活的黄鼠狼卖个好价钱 这时胖子意识到袋子里的黄鼠狼好像不动了 胡八一连忙就说要检查一下 毕竟死得压根不值钱 将他拿出来查看时都以为黄鼠狼已经死了 谁知黄鼠狼竟然在装死 随后他突然一下跳了起来 朝三人放了一个臭屁 胖子被吓得直接晕了 直接摔倒在地上 黄鼠狼趁机逃跑了 眼看到手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燕子只好将胖子叫醒后准备打到回府 不甘心的胡八一巡视了一圈 猛然发现这黄鼠狼的老窝像积了一个坟墓 随后他掏出一个古老的罗盘 根据祖上传下来的十六字阴阳密书 寻找起了这座坟墓的入口 有了 在那边 找到入口的胡八一和王胖子立马开挖 果然在下面发现了一处洞口 三人刚进入木道 便看到了刚才逃走的那只黄鼠狼 他不但不跑 还大摇大摆地站在三人面前 似乎是在挑衅他们一般 三人见状也来了脾气 连忙追上去就要抓住他 但谁料这木道中间竟有一个大坑 来不及反应的三人瞬间掉了下去 等他们再次站起身 才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墓室中 这里满地都是黄鼠狼打的窟窿 中间还摆放着一口老旧的大棺材 正所谓人点竹鬼吹灯 虽然此时的胡八一还不算正式地摸 经校尉但他还是按照规矩 在东南角点上一根蜡烛 看到四周的墙 壁上刻满了鼠头人身的黄鼠狼 燕子顿时感到一阵害怕 不免想起了老人经常说的黄仙姑 可身为知青的胡八一两人 却根本不相信这些封建迷信 觉得这都是老人用来吓唬小孩 编的故事 然而就在几人谈话间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东南角的蜡烛竟变成了鬼火色 看着莫名熄灭的蜡烛 意识到不对劲 胡八一刚想带两人离开时 身后的棺材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响动 无信邪的胡八一和王胖子索性幼 折了回去 看到这棺材的棺盖居然没有合上 胡八一猜测这里面肯定有猫 于是决定开棺一探究竟 可等两人打开棺盖 却只看到了一具被破坏的尸骨 和一堆不值钱的东西 胡八一猜测 之前应该是有盗墓贼来过这里 他们掉下来的坑 就是盗墓贼蛙的盗洞 这时尸体身上的衣服突然动了一下 差点没把三人吓死 随后那只黄鼠狼从衣服下钻了出来 显然刚才棺材里的声音就是他弄的 健壮的三人刚准备动手 谁知黄鼠狼竟背对着他们挠起了什么东西 并且还冒出了阵阵白烟 接着转身竟扔出了一颗火球 看着莫名燃起的熊熊烈火 胡八一仔细闻了闻 发现这墓室中竟到处都是白灵 难怪这只黄鼠狼刚才不停磨着衣服 换石头原来是想把它们烧死在这里 黄鼠狼放完火后便一溜烟地跑了 只留下胡八一三人在墓室里等死 看着之前他们掉下来的稻洞 胡八一和王胖子刚想把燕子抬上去 可谁料这曾经的黄鼠狼又用石头将洞口封死 显然这是要三人命的节奏 燃烧的白灵不光会耗尽墓穴里的氧气 还会产生大量的毒烟 如果他们不快点逃出去 恐怕真的会交代在这里 胡八一见状赶紧逃出那本风水秘书 研究起了这处墓穴的结构 你看找到深门后的三人 立马凿起了眼前的土墙 果然在后面发现了一条地方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胖子发现那只黄鼠狼竟又出现在了墓穴中 似乎是来确认他们有没有死一样 气急败坏的胡八一两人再次折毁 将一颗颗燃烧的零石丢入窟窿中 成功将黄鼠狼从里面逼了出来 逃出牧师后的燕子告诉胡八一 刚才那个坟之所以空了 很有可能是老一辈口中的女婚 打他那伙人打扮得十分邪恶 解放前专门在深山老林里挖坟掘墓 就在三人走后没多久 一个女人悄悄来到了这里 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们出来的洞口 而这个女人正是昨晚借给胡八一猎枪的化媒 化媒和她的父亲敲山大叶 是这一代的守门员 敲山大叶长相凶恶脾气也十分古怪 就因为胖子好奇动了一下她的斧头 敲山当场便将胖子按在了炕上 想要好好教训她一顿 胡八一剑劝说无效 一把抓起敲山刚才一直研究的图纸 做出一副要将其烧掉的样子 最终 怕地图被毁的敲山只好将胖子给放了 几人僵持的过程中 袋子里的黄鼠狼突然跑了 见状的胡八一三人赶紧追了上去 却不料半路就像中了鞋一般 将对方当成索命的恶鬼打了起来 幸好乔山和华梅及时赶到 合力抓住了树上的黄鼠狼 等胡八一三人清醒后才得知 原来他们是中了黄鼠狼尿液里的毒 人一旦闻了就会出现幻觉 休息时 胡八一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什么动静 他走出去一看 发现地上摆着一个破瓷碗 碗里还装着几颗金豆子 这瓷碗和金子都有一股腐烂的味道 像是刚从墓里挖出来的 这时笼子里的黄鼠狼在闻到气味后 竟发出了阴阴阴的哭叫声 似乎是在像几人求情一样 听到此话的燕子心里不免有些犯错 劝告他们拿了金子就把黄仙姑给放了 但差 点丢了小命的胡八一两人却死活不肯 盘算着既要拿金子也不放黄鼠狼 然而就在两人打定主意时 隔壁房的敲衫大喊着化媒 晕倒了事后 他们将昏迷不醒的化媒 送到了一个名叫瞎婆婆的住处 只见瞎婆婆在一番打烂后 神神叨叨地说道六神无主 瞎婆婆表示 他们要想救化媒的命 只有取到人熊的胆来熬汤喝才行 人熊体型巨大 经常袭击人类 这一代的村民无不谈之色变 但为了救化媒的命 几人还是决定明天就上山去打人熊 为了尽快找到人熊的踪迹 敲衫提议分头行动 随后便带着胡八一离开了 而就在他们分开不久 王胖子和燕子竟在山上遇到了 只白毛黄鼠狼 激动的胖子想也没想就追了上去 却不料掉进了一处陷阱里 幸好下面只是个土坑 王胖子这才没有什么大碍 另一边 敲衫和胡八一在寻找人熊的路上 意外撞见了有手好闲的徐二黑三人 就当胡八一询问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时 徐二黑竟趁机逃跑 见状的胡八一赶紧追了上去 却不料半路上遇到了人熊 人熊异常凶猛 还没等胡八一反应过来 便一巴掌打飞了他手中的猎枪 缠斗的过程中 人熊的脑袋竟被胡八一扯下来 这时胡八一才发现 原来这人熊竟是一个胖子假扮 随后赶到的敲衫 很快便认出了此人 他正式县里通缉了多年的恶人花榜 随后 胖子从花榜子兜里掏出了一个布袋 敲衫在确认里面装的是熊胆粉后 便先行 还让胡八一几人将花榜子绑到灵场去 听到喝下熊胆汤的话 没已经有所好转 众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第二天王胖子想也没想 便将那只黄鼠狼送到了宫舍换堂 丝毫不知这一举动 将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危险 另一边敲衫在审讯花榜子时 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块金子 花榜子表示 这金子是他在人熊胃里找到的 但胡八一却根本不信 觉得他就是在撒谎 对此花榜子并没有解释 而是说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 听到此话的敲衫不眠 想起了一件陈年旧事 传说这团山子里藏着一条金脉 曾经吸引了一伙矿工来此挖堡 可谁料最后金子没挖到 反而挖出了一道冲天的诡异气体 一时间山崩地裂巨石翻滚 挖堡的矿工们死伤惨重 整个山都被弥漫的红色硝烟笼罩 当年日本人在占领了东三省后 来山里找了大半年也没有找到金子 胡八一发现 这团山子还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 这时胡八一注意到了地图 右下角的一行日语 可他刚想仔细看试地图 却被敲山收走了 为了搞清楚敲山究竟在隐瞒什么 胡八一说 自己已经分析过了团山子的地势 觉得这山里可能珍藏有过金龙 打算明天就进 山一探究竟 听到此话的敲山决定跟他一起去 但却遭到了胡八一的拒绝 敲山知道胡八一是想套自己的话 所幸也不再隐瞒 将黄大仙庙里还有一个铜匣子的事情 告诉了他 传说那里面装着黄大仙的宝贝 可至于到底是什么宝贝谁也不知道 得知此事后 胡八一第二天便带着几人寻找 起了龙脉入口 根据罗盘的指示 他们来到了一棵枯萎的巨树前 胡八一环视了一圈 发现这树根下果然有一个洞 顺着狭窄的涌道一路往前 几人竟走到了一处断崖边 而断崖对面的青涩石门 便是团山子一直流传的鬼扬的大门 传说进去的人都会变成孤魂野鬼 再也回不到阳间 正当胖子着急怎么过去时 胡八一发现这断崖间竟然有风声 而这风根据五行八卦推断当属容器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当年那群矿工遇到的诡异飓风 应该就是这容器形成的漩涡气流 想到这里的胡八一顿时有了主意 他拿起猎枪对着崖底开了几枪 试图通过声波震动出更多容器 这样一来 他们便能借助容器形成的风 桥飘到对面 随后没过多久 崖底果然吹上来了一股强烈气流 而就当 其余人还在怀疑他的办法是否可行 石狐八一竟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就在同伴们以为他必死无疑时 一阵飓风突然从崖底吹了上来 将胡八一整个人悬浮在了半空中 而这便是由容器形成的漩涡气流 在胡八一的示范下 七人纷纷张开四肢跳下悬崖 借助容器形成的无形风桥 抵达了青色石门 石门后是一间颇为宽敞的石殿 从墙上的黄大仙画下 和祭台上装过鸡血的石腕来看 这里应该就是曾经供奉黄大仙的庙宇 随后众人继续前行 来到了一条长满枯木藤干的密室 这里到处都是黄大仙的石像 显得十分圣人 走在最后的胡八一 刚想提醒大家小心点 却不料转头一看 竟发现其余人都不见了 任凭他怎么呼喊都没有回应 还没等胡八一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他手中的火把竟变成了诡异的幽绿色 接一传鬼火从黄大仙的石像上飘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的胡八一瞬间几倍发凉 不断挥舞火把驱赶黄大仙的鬼魂 可那鬼火就好像盯上了他一样 围在他身边久久不散 趁这会攻 如果你单身很久又想出个欲解女友 快试试牵手吧 上线就能定制目标女友 离心身材长发及腰唇红齿白 爱穿JK 满足你心目中的所有需求 且还有夜跑圈 JK圈总能找到跟你有共同话题的人 表弟用了半个月就聊成了 想脱单的兄弟快打开评论区试试吧 就在胡八一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时 鬼魂再次对他发起了进攻 而且这一次还是两只 呼吸困难的胡八一 逐渐失去了反抗能力 直接被两只鬼魂掐的跪在了地上 看着漂浮在眼前的鬼火 胡八一突然灵机一动 用尽最后一口气将鬼火给吹散 伴随着鬼火的消失 周围的一切也恢复了正常 这时胡八一才发现 原来他是在用一根树藤勒自己的脖子 看着同样陷入幻境的其余人 胡八一赶紧上前将大家叫醒 并解开每个人脖子上的树藤 缓过神的敲衫仔细闻了闻 发现这地方充满了黄鼠狼尿的味道 难怪他们会陷入幻境 随后便让大家用水打湿布条 蒙住嘴 以防再次中招 突然燕子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瞬间被吓得大叫了起来 胡八一拿着火把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发现有三具尸体掉死在了这里 而这三人正是徐二黑和他的两个小弟 看到一旁的墙壁上竟有一处倒洞 胖子猜测 这三人应该是为了找金子来的 只不过却死在了幻境中 谈话间胡八一在墙角处发现了一只白毛黄鼠 于是连忙带着大家追了上去 可追着追着 众人竟来到了一间诡异的墓室 除了石阶上的两具尸体以外 墓中央的棺材上 竟跟坐着一具脑袋被掏空的白胖子 见状连忙询问敲衫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但敲衫却并没有回答 而是仔细检查起了这具白骨 似乎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 随后只见他将手伸进了白骨的头部 结果竟从里面摸出了一只死黄鼠狼黄 看到这一幕的胡八一几人顿时被惊到 连忙走到一边查看起了周围的情况 这时胡八一注意到了一幅壁画 壁画中的黄鼠狼已经幻化成了人形 而他们要找的黄大仙的铜侠 子也在这上面 看到这里的王胖子顿时激动不已 一个劲地催促胡八一赶紧开关 可就当胡八一准备点蜡烛时 却遭到了敲衫的阻止 说这个墓早就被人吓过了 随后还用火把点燃了关谷周围的黑油 看到敲衫竟如此熟悉这里 胡八一猜测他肯定知道些什么 然而不管他怎么询问 敲衫始终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转头看向了地上的那两具尸体 似乎他早就认识这两人一样 为了不空手而归 胡八一和胖子又在四周转了一圈 看能不能找到其他值钱的东西 这是胡八一在废 虚中发现了一个军用水壶 上面写着关东军集水部队 这不禁让胖子怀疑 难道宝贝和铜匣子都被日本人拿走了不成 听到此话的敲衫和化眉不由眉头一紧 好像在盘算着什么 从墓里出来后不久 胡八一两人收到了好友丁思田 寄来的信 丁思田如今在内蒙古 克伦左旗 一个名叫老羊皮的家里插队 而当年日本的集水部队在离开东北后 就曾经在那里驻扎过 想到这里的胡八一两人 决定立马动身去内蒙古 一是为了看看好友 二则是打探下这日本人的集水 部队眼看马上就要见到自己的女神 买了很多礼物 恰巧这时 前来买延的敲衫看到了丁思田寄来的合照 看着照片中的老羊皮和背面的地址 萧山的眼神顿时变得凝重了起来 就好像他认识老羊皮一样 一切准备就绪后 胡八一两人只好带上死缠烂打的燕子 坐上了前往内蒙的火车 然而三人却不知道 他们之前碰到的那两只白毛黄鼠狼 也跟着他们上了火车 经过几天的颠簸 五百八十一三人总算到达了内蒙 见到了阔别已久的丁思田 以及他的护主老羊皮 众人谈话的时候 远处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海市蜃楼 看上去就像是几个大烟囱一样 老羊皮说那是这一带的禁地白眼库 日本的集水部队曾经就驻扎在那里 听到此话的胡八一瞬间来了兴致 打算明天就和胖子去看看 而就在这时 萧山和化媒竟也来到了这里 见到萧山的老羊皮顿时脸色一变 拿着枪就要离开 从他们充满火药味的对话来看 两人不但认识而且好像还有过节 晚上萧山找到老羊皮 询问他为什么不去白眼库找回童侠 原来两人曾经都是女儿会的人 当年老羊皮的弟弟杨二旦为了巴结日本人 帮他们拿到了黄大仙的童侠子 可谁料日本人在拿到东西后 不但直接杀了杨二旦 就连他的妻子也没放过 萧山本想从老羊皮口中套出去白眼库的路 可奈何老羊皮却死活不肯说 原来当年老羊皮的弟媳并没有死 而且还在东北生了一个孩子 至于这孩子到底是谁 萧山却表示 等他从白眼库回来后再告诉他 于是第二天一早 萧山便先一步前往了白眼库 并叮嘱化媒 让他想办法将胡八一也鼓动到白眼库 而恰巧这时 老羊皮家的马 全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坏了 所有马都跑不见了 众人沿着踪迹一路寻找 竟无意间在白眼库的外围 发现了一处集水部队的秘密基地 为了搞清楚日本人当年到底在这里干嘛 胡八一不顾燕子和老羊皮的劝阻 硬要进去看看 在做地下实验室后 几人发现了一条长长的通道 通道两边的门全部都被砖头封死了 并且还挂着日本人用来驱邪这鬼的东西 看上去就像是在阻止什么东西跑出来一样 就在众人不解日 君究竟在这里搞什么把戏时 身后的通道突然传来了一阵声响 意识到这是闸门关闭的声音后 胡八一连忙带着大家往出口跑去 可等他们赶到时 闸门已经完全关闭 闸门外的闸 刀也不知被什么人拉了下去 看样子是有人故意将他们关在了里面 这时外面的铁门莫名晃动了起来 接着一双白毛爪子突然出现在了窗口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顿时被吓得不轻 连忙往实验室里跑 在寻找其他出口的过程中 丁思田发现了一堵不一样的墙 这墙上的砖头明显被人抠开 后来才塞了回去 说不定这后面就有出口 想到这里的胡八一和胖子立马动手 将松动的砖头取了出来 可等他们进去后才发现 这里面除了一扇关上的小铁门以外 根本就是一个密室铁门打 开的瞬间 一股浓浓的恶臭味顿时扑鼻而来 胡八一探身进去一看 才发现这里面原来是一个烟囱 而这两边的墙壁上 竟全是燃烧尸体后剩下的油脂 随后胡八一再次钻进烟囱 可刚爬到一半 一些不明液体突然滴落在了他的手上 胡八一举起手电望去 发现上面竟盘踞着一道诡异的黑影 听到烟囱里不断有活物在撞击铁门 众人顿时下的后背发凉 一个劲地询问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可胡八一表示他也没看清 只知道这东西肯定不是什么擅长 而在他们堵门的同时 那两只白毛黄鼠狼正站在烟囱外 不断叩拜着天上的月亮 似乎他们早就知道 这里面有可怕的东西一样 足足僵持了几分钟后 烟囱里总算没了动静 胡八一好奇地走上前 打算通过铁门上的小洞 看看这活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结果下一秒 众人吓得连忙逃出密室 来到了一间同样有烟囱的房间 看到这里面摆放着很多破物 胡八一二话不说要大家帮忙撕布 打算做个火把丢紧烟囱 用石油将里面的怪物烧死 然而就在众人忙着撕布时 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道开门的声音 胡八一转头一看 发现刚才还关着的壁炉门竟被打开了 面对如此诡异的一幕 众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胡八一立马质问到底是谁开的门 但大家都表示不是自己开的 无奈之下 胡八一只好硬着头皮一点点向前 准备将壁炉门关上 可他刚上前没两步 里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响动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不断往这里靠近 废弃的日军基地突然窜出一只巨型怪物 张着血盆大口就朝胡八一几人 扑了过去 这只怪物虽然体型肥瘦 但速度却异常敏捷 一记甩尾便打飞了 老羊皮手中的猎枪 看着虎视眈眈盯盯着众人的怪物 钉四剑连忙点燃火把上前去 可谁料怪物早看见反而变得更加凶猛 从他身上烧伤的痕迹来看 显然他吃 潜在日本人手中吃了不少苦头 胡八一剑撞赶紧上前帮忙 用猎枪死死卡住他的嘴巴 为了给其余人争取逃跑的时间 胡八一索性直接骑到怪物的头上 任凭他怎么挣扎都不放手 看到胡八一用棉衣包裹住了怪物的脑 戴话梅连忙将手中的火把扔了过去 让他点燃棉衣烧死这怪物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怪物马上就会被烧死时 不停挣扎的怪物 净撞破了一旁的水管阀门 随着大量的水不断喷出 怪物身上的火焰很快便被浇灭了 看到怪物再次站起身 胡八一赶紧带着大家逃出房间 但被惹怒的怪物岂会放过他 一路追上去是要生吞了几人 这时胖子无意间跑到了一间发电室 等他将所有电闸都打开后 整个地下通道瞬间被照亮了 面对阴魂不散的怪物 众人只好再次返回刚才的仓库 将怪物锁在了外面 可还没等几人喘口气 丁思田忽然剧烈咳嗽了起来 意识到这烟有问题的胡八一 赶紧拉着大家后腿 但这烟就像放不完一样 仍旧不停往仓库里飘 好在眼前的丁思田发现了一处下水道 这才让众人又逃过了一劫 虽然身处臭轰轰的下水道 但每个人的言语间 都透露着劫后余生的喜悦感 忽然胡八一似乎感觉到了 有东西在跟着他 于是拖着猎枪慢慢向角落出靠近 就在他准备开枪时 一只老鼠突然从广桥下窜出来 见状的胡八一 以为是自己太过紧张了 便带着众人继续往前走去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那角落的深处 还有两只白毛黄鼠狼 正死死盯着他们 前行的过程中 胖子注意到了一处堆满碎石的墙壁 碎石后面还有一条狭窄的地洞 顺着地洞一路往前 众人来到了一个房间 这里不但生活用品 一应俱全 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 就在胖子和老羊皮忙着品尝养酒时 燕子发现这房间里竟有一具干尸 并且更加不可思议的事 这干尸身上居然还长出了羽毛 相传黄鼠狼每三十年 便会长出一缕白毛 而通体血白的 更是已经到了成精的地步 凡是跟这种黄鼠狼有仇的人 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也会被他盯上所命 听到这里的胡八一 顿时恍然大悟 看来他们这一路遇见的怪事 便是这两只黄鼠狼做的 为的就是给之前他们抓住的那只母皇 鼠狼报仇 黄鼠狼都是以母为尊 如果他们不抓住这两只白毛黄鼠狼 恐怕后面还会给他们造成不少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 胡八一让其他人先躲回房间 然后和伸手叫好的画梅 去抓这两只黄鼠狼 看到这两只畜生一边跑一边回头 画梅顿时察觉到了不对劲 连忙劝说胡八一不要再追了 可几次都差点被害死的胡八一 完全听不见 是要活抓他们以泄心头之恨 结果追着追着 胡八一两人竟再次遇见了那只怪物 眼看怪物即将扑向画梅 胡八一连忙从后面死死抱住他 扭打的过程中 胡八一发现怪物撞坏的箱子中有手流 他于是立马拉开一个塞进了他的嘴里 解决怪物后的胡八一 刚准备带画梅离开 却看到了那两只黄鼠狼的身影 直到此刻他总算明白了 原来这两只畜生是故意出现在自己面前 想利用怪物杀掉他们 见状的胡八一干脆用匕首划破手掌 在两人脸上抹上鲜血装起了死 等黄鼠狼上前检查他们到底有没有死时 胡八一瞬间起身将其抓住 然后装进了袋子里 在他们处理黄鼠狼的同时 丁丝田也从房间里的一本日记中 知道了一些日军当年的秘密 原来这句干尸 生前是一名被日军囚禁的细菌专家 而这座研究所居然是建在一个藏 尸洞上面 除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古事以外 传说中的汉代大贤碑巫女也在这里 相传巫女的埋骨之地龙气冲天 日军在建完这处研究所后 便从全球各地弄来了很多奇特生物和植物 利用这里的龙气来做生化实验 他们之前遇见的怪物 就是一种名为锦铃燃的爬行动物 在龙气的滋养下 日军发现许多动植物都发生了变异 能控制的他们都尽量控制了下来 不能控制的便和古事一起用焚烧炉烧掉 后来日军又从东北运来了一个刚出土的铜 匣子结果当晚 研究所便发生了许多诡异的事情 至于铜匣子里究竟装了什么 那晚又到底发生了何事 日记中却并没有提到 知道事情的大概经过后 581便让大家先休息 打算明天再继续寻找出路 这时丁丝田若有所思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似乎有什么心事一样 直到半夜 众人被丁丝田剧烈的咳嗽声吵醒后 才发现他的眼睛里浸布满了血丝 是中了金灵染的毒了 原来刚才再读日记时 丁丝田故意跳过了一段 那就是他们之前遇到的诡异烟雾 其实是金灵染释放的一种病毒 如果感染者不在一天内找到解药 就会因为器官衰竭而死 他不想让众人担心 所以才没有说出来 得知此事后的胡八一和胖子顿 拾荒了神 立马和大家寻找起了解药 在前往研究室深处的土中 他们发现了大量干枯的尸体 除了死状怪异以外 每具尸体身上都长满了鸟羽一样的毛 胡八一根据十六子阴阳秘书推断 这里应该是一处风水极佳的龟眠之地 从尸体的倒地朝向来看 这些人死前似乎都在往外面的方向跑 就好像在躲避什么东西一样 这时胖子隐约间闻到了一股腐肉的味道 而气味正是从一扇铁门后发出的 门后是一个堆满泥土的房间 稀稀疏疏地长着许多藤蔓和植物 看到屋顶上还有阳光照进来 胖子猜测难道这里是日军的菜人不成 就在两人检查四周的情况时 他们脚下的泥土莫名动了一下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下面蠕动 接着一只长着利爪的人手 突然从土里冒了出来 一把抓住了他的脚踝 起初胖子还以为是胡八一在整蛊自己 然而他转身刚准备喝吃胡八一时 却发现胡八一并不在自己身边 意识到不对劲的胖子连忙低头 顿时被土里的爪子吓得倒吸了一口大气 受到惊吓的胖子想要呼唤胡八一 可喉咙里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听到叫声的胡八一刚想上前帮忙 却不料自己也被一具尸体缠住 随后越来越多的尸体 从泥土下接二连三地爬了出来 这些尸体全都只有上半身 下半身则缠满了藤蔓 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挪动着 面对不断扑来的怪物 胡八一连忙挣脱束缚 然后拉着王胖子往外跑 可谁料这些怪物的速度急跑 刚跑到门口的胖子又被缠上了 看着再次被拉回去的胖子 胡八一想也没想就扑了回去 死死拉住胖子的手 千军一发之际老羊皮及时赶到 开枪打退了缠住两人的怪物 同时听到动静的其余人 也连忙上前帮忙 死死抵住铁门 不让这些怪物跑出来 就在这时 胡八一发现里面的泥土 开始剧烈翻滚 巫术盘根错节的藤蔓 不断破土而出 似乎下面还埋着一个巨型怪物 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下 铁门总算被关上了 胡八一猜测 这些尸体其实根本就不会懂 动的是那泥土下的巨型怪物 就在胡八一想着 接下来该怎么办时 铁门轰的一下被撞开了 大家纷纷都被震飞了出去 并且里面还不断传出 一阵阵嘀吼声 而这时 他们也终于看清了 这怪物的真面目 缓过神的胡八一 连忙叫醒被吓坏的众人 一路边打边退 跑进了一间仓库中 看着外面穷追不舍的怪物 众人刚想合力关门时 一具尸体突然窜进了 死死抓住了丁丝田 好在化眉连忙抽出砍刀 拦腰斩断的尸骨 这才将门关上了 而失去藤万连接的尸体 也在挣扎了几下后 彻底失去了活力 正如胡八一之前猜测的那样 是那个巨型怪物 在操纵这些尸体 这时胖子发现 这具尸体的打扮 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看上去并不像日本人 看来当年他们在帮日军 拿到铜匣子后 又被日本人抓到这里 做了活体实验 随后几人从老羊皮口中 得知那巨型 怪物是古时候 从西叶国传进来的 西叶国称其为鸭不如 汉人则叫它尸身 这尸身类似石人花 钻在阴暗腐臭的泥土中滋生 以绞杀人畜 吸取养分为食 并且还能用根须缠绕尸体 攻击火人 刚刚那尸身 应该吸取了各种实验药物 产生了变异 所以才会长这么大 眼下丁丝田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 胡八一也不再考虑 外面的怪物 连忙带着几人四处搜寻 看这里有没有解药 这时胡八一发现 仓库里还有一道门 看上去就像一间实验室一样 里面除了各种化学药剂以外 还有一具 带着面具的红衣女子 纵使身上落满了灰尘 却仍旧遮不住她的高柜 老羊皮凑近一看 顿时被吓得跪在了地上 因为这正是汉代大仙 被巫女的尸体 看着尸体的化媒 忽然像中了鞋一般 情不自禁地 想要摘下巫女的面具 胡八一见状 赶紧将她拉过来 一阵摇晃 这才让化媒清醒了过来 然而 还没等他们搞明白 这到底怎么回事 外面的尸身 已经撞开铁门窗的脚步 相传在古代 有一种名叫尸身的诡异植物 它们生长在 阴暗腐臭的泥土中 以绞杀人处 吸收养分为食 尸身不但寿命极长 还能用藤腕 控制尸体攻击和物 而眼前这头尸身 更是在吸收了日军 实验室里的各种药物后 产生变异 长成了一头巨型怪物 面对不断涌入仓库的事物 胡八一和化媒 赶紧上前抵挡 让其余人 往后面的实验室跑 打斗的过程中 胡八一举起架子上的药 水砸在了尸体身上 结果下一秒 尸骨就像被灼伤般 抽出了起来 接着尸身 便将沾到药水的尸 鼓拉了回去 看到这一幕的胡八一 瞬间明白 原来尸身 怕这里面的药水 意识到这点头 他连忙让大家 将实验室里的药水抱住 不断朝尸身砸去 但奈何尸身的体型 太恐怖了 这点药水 对他根本造不成致命伤 眼看药水即将用完 毒八一注意到了 一旁的燃料仓 于是让胖子 带着其他人 先躲进实验室 然后打开电源 将燃料仓的数值 调到最大好 虽然眼下尸身是解决了 但丁丝田身上的毒 也到了最后关头 看着面色苍白的丁丝田 胡八一不敢有丝毫单搁 连忙到处翻找起了解料 在寻找的过程中 胖子发现 角落里似乎有个箱子 两人抬开压在上面的柜子后 才发现 那箱子正是他们苦苦 寻找的铜匣子 还没等胡八一和胖子看清楚 上面的纹路 画眉忽然发疯式地冲上去 夺下了铜匣子 并且口中还不断念叨 这里面是救命的东西 干什么 大家声音听啊听啊大声音 我被沟里打了三下 我命大 我在哪你都不知道 胡八一见状 赶紧把铜匣子抢了回来 表示在没有考 清楚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之前 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开 随后嘱咐完老羊皮盯着画眉后 便和胖子继续找起了解药 看着蜷缩在墙角的画眉 老羊皮知道 他肯定是被敲山片 因为那铜匣子里的东西 是用来招魂的 传说可以复活死人 这一路走来 老羊皮已经大致猜到 画眉就是他弟媳 在东北生下的那个孩子 敲山早年间下体受过伤 不能生育 所以画眉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女儿 而敲山尽心尽力地养活他 恐怕是看中了他万里挑一的命数 接着老羊皮又给画眉 讲起了一个故事 传说在元代 大仙被女巫发现了一个风 水极好的归名之地 于是便再次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可谁料朝廷在得知此事后 害怕他们的势力过于强大 失去控制 就对其进行了围剿 在最后的生死时刻 羽巫将自己的三件宝贝 金珠血丹 还有龙斧 放进了一个特制的铜匣子里 并嘱咐族人 一定要找到他的传承人 也就是丙须年辛丑月 辛丑日子时出生的女儿 只要传承人在闺眠之地 打开匣子 便能借助里面的力量 复活死去的族人 重建势力 而女人会里的人 就是女巫的一只遗嘱 后来日军在得知这个传说后 也寻找起了铜匣子 想要借此复活死去的士兵 来壮大兵力 然而日军不知道的是 一旦传承人以外的人 试图打开匣子 便会被里面的恐怖力量 瞬间剿杀 如果他猜得没错的话 敲山是想借助化眉的力量 召唤千万英兵 以此来重整当年的年会 听到此话的化眉 顿时悲伤不已 他怎么也想不到 敲山竟一直都在利用它 另一边胡八一 在一个玻璃缸中 找到了一只大手工 而手工身上的七红香 便是可以解万毒的七样 服下七红香后没多久 丁丝田的症状果然出现了好转 烧也逐渐退 去了然而还没等众人高兴一回 敲山突然举枪来到了这里 和老羊皮猜的一样 敲山一路上都在跟踪他们 为的就是让化眉拿到铜匣子 眼看知道真相的化眉 不愿再听自己的话 敲山直接将枪口对准了胡八一 看着倒地不起的胡八一 众人顿时慌了神 胖子更是跑上去 要和敲山拼命 敲山知道化眉和胡八一 已经暗生情愫 他肯定不会看着胡八一就这么死 而眼下唯一能救他的办法 就是打开匣子将其复活 阴谋得逞后的敲山 取下女巫的面具和衣服 带着化眉来到了实验室下面的归席之地 可就在化眉即将打开匣子时 胡八一竟带着其余人赶到了这里 原来敲山那一敲 打在了胡八一胸口处的罗盘上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死 胡八一和胖子借着掩体一路往上 很快便来到了岩室顶部 趁着胖子缠住敲山的功夫 胡八一连忙上前阻止化眉打开匣子 可他话还没说完化眉就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住了一半 毫不犹豫地打开了铜匣子 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中 化眉从匣子里拿出了一只通体雪白的黄鼠狼 而那黄鼠狼的腹中竟有一团诡异的红色物体 接着化眉的眼睛也跟着泛起来了 在众人惊恐的眼神中 整个藏尸洞都被这道蓝色光芒所笼罩 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那些残垣断壁上的尸骨 在被蓝光波及后 静鬼一般动了起来 随着招魂仪式的不断进行 藏尸洞中开始狂风大作地动山摇 并且还传来一阵阵尖锐凄厉的轰鸣声 听到声音的众人顿时感到呼喊 就好像脑袋要炸开了一样 看着这万千尸骨复活的场面 敲声激动得狂笑不已 只要有了这些阴兵 他便能重整大仙卑女巫一族的荣光 就在所有人都命选一线之际 胡八一忍痛挣扎着站起了身 一枪打散了黄鼠狼腹中的红色目的 天际的蓝光消失了 石壁上挪动的尸骨也陷入了死寂 接着只见一枚铜竹从上方掉了下来 静止滚入了水潭中 看到自己的计划就这样被胡八一破坏 恼羞成怒的敲衫再次举枪 对准了胡八一 幸好王胖子及时发现 冲上前将敲衫撞飞了出去 就在胡八一忙着查看画眉的情况时 无数小白虫突然从那些尸骨里爬了出来 看着不断涌向岩石的白虫 胡八一连忙抱起画眉 让其他人赶紧跳进水中 听到此话的众人没有丝毫犹豫 静止跳进了下面的水潭 可就在胡八一准备抱着 画眉也跳进去时 敲衫突然从身后死死抓住了她 此时的敲衫已经疯癫 是要与胡八一同归于尽 这时昏迷的画眉也醒了过来 十分虚弱地叫了敲衫一声爹 虽然敲衫最开始的目的 就是想利用画眉打开铜匣子 但这么多年的相处下来 她早已将画眉当成了轻女而看着 恢复理智的敲衫松开了自己 胡八一连忙抱着画眉 跳进了水潭 而心如死灰的敲衫 责任由白虫将自己吞噬 最终一行人通过藏尸洞下的暗道 成功逃出了日军的研究室 并将抓到的那两只白毛黄鼠狼 上交给了各位慧 至于他们失踪的具体经过 众人却一字不提 只说他们是在寻找马群狮迷了路 事后 老羊皮拿出那枚从水中捡到的铜符 表示这乃是大鲜卑女巫的三宝之一 天眼龙福 相传龙福是由上古允童铸造而成 法力无边 老羊皮知道胡八一是摸金校尉的后代 于是将其送给了她 说她以后可能会用得着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时 第二天 老羊皮在地上闻到了一股怪味 她抓起一把草料 仔细闻了闻 发现这里面居然有黄鼠狼尿的味道 老人只是往地上丢了一根火柴 结果地上竟瞬间形成了一个毁灭图案 健壮的老羊皮顿时大胆不妙 如果她猜得没错的话 那两只曾经的黄鼠狼已经逃出了隔尾会 要和胡八一几人死磕到底 而这图案便是黄鼠狼用尿浇出来的 可一旁的胖子却仍旧没当回事 表示这些都是封建迷信 看到胖子还一副不信邪的样子 老羊皮气的转身就要离开 可还没走几步 他就莫名倒在了地上 医生告诉老羊皮的儿子 说老羊皮本就有病在身 这次失踪后回来 他的病情变得更加乐化 说话间老羊皮忽然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他表示自己怕是熬不过经验 于是嘱咐大家在他死后挖一个深坑 把他埋在这个蒙古包里 并且还要一丝不挂头朝下才行 听到老羊皮提出这样古怪的下葬方式 胡八一时间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可就在几人还在商量明天带他去医院 使老羊皮竟真的死了 他儿子正带着一群人在里面挖坑下葬 时间来到晚上 原本还能看见星星的草原 莫名打起了闪电 见状的老羊皮儿子顿时被吓得 跪在了地上 一个劲地说都是自己的错 原来老羊皮临死前嘱咐 要将他一丝不挂入葬 可小伙怕传出去 别人会说他不孝顺 所以便给老羊皮的尸体裹了一层白薄 为了搞清楚这到底怎么回事 胡八一决定挖开泥土 看得究竟 谁料他们刚挖到一半 老羊皮的尸体进轨一般动了起来 小伙下的连忙阻止胡八一两人继续挖 说这肯定是他父亲的灵魂升起了 胡八一两人也不再理会 继续挖起了老羊皮的尸体 可就在这时 天空中的雷声变得越来越密 其中一道闪电更是直接打在了蒙古包上 意识到不对劲的胡八一两人连忙跑出 接着一道道闪电就像天结一样 不断劈在蒙古包上 足足劈了一分钟 雷云才彻底消散 等众人再次返回蒙古包查看时 老羊皮的尸体早已被闪电给烧焦了 看到如此诡异的一幕 众人不免有些后背发凉 决定明天再重新安葬老羊皮的尸体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黑暗中有只黄鼠狼一直在盯着他们 而这便是胡八一和王 胖子在当只侵蚀的经历 一晃差不多二十年过去 现在即将赴美的两人 却仍旧没有搞明白 当年老羊皮为什么会遭雷劈 看着老羊皮给他的龙符 胡八一若有所思了起来 就在这时 胡八一发现 天空中竟出现了两团诡异黑云 看上去就像两只巨大的黄鼠狼一样 难道当年的一切都跟这枚龙符有关不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